大家好我是美食水位千千 最近呢天氣非常的熱 外面的氣溫居然到35度了 我只是走在外面 我的腋下就濕了 所以呢今天要來做一個冰冰涼涼的東西 那就是茶凍 但一個茶凍不夠 兩個茶凍當然也不夠 今天要來做大茶凍 太誇張了對不對 好夠 首先先準備兩個盆子 跟茶凍 這也是需要一點技巧 就是撕的技巧 有沒有很帥嗎 好可愛喔 這麼可愛喔 吃完了 好想這樣炒冰喔 接下來呢隔水加了 這裡有一盆水 水 水離不開耶 喔 等一下你又快要進到水裡耶 隔水加熱要很小心啊各位 嗯 滿水的滿水的 全部都化掉了 融化差不多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把它做成大果凍 容器是什麼呢 找不到比較優雅的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啦 對 這也蠻多冰店會用這種容器的 然後接下來把它倒進去 好 接下來把它放進冷藏 嘿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他現在 他現在還沒有掉下來各位 我們要來轉一圈 現在下面用轉盤 我們來試試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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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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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來了 來了 有了 來了 你被業配了 等一下太快了 不要往後拉不要快轉 這個很好吃 今天呢要介紹的是這一個 光泉 欸廠商先不要走我會念對 光泉經典小品六個口味 好 先來吃一下這個口味 咖啡豆 然後 不是直接這樣吃 要把它這樣子倒扣 掉下來之後呢 像這樣子 奶油球 再把它倒進去 嗯 嗯 那咖啡豆不是會苦澀的那種 是偏甜的咖啡豆 然後再加上奶油球 味道超順的 嗯 接下來我們來吃 芝麻口味的 黑芝麻奶酪 打開之後是一個奶酪 跟這個是 芝麻醬 奶酪就是本身就是單純的奶味 再配上面的黑芝麻 很濃郁的味道 超搭 重點是它的芝麻 沒有油好味 很香 這個也很好吃 而且我喜歡它的芝麻 是有點刷刷的那種感覺 更香 吃完了 我們現在來吃玉米脆片奶酪 這很適合當早餐欸 你們不覺得嗎 這樣子 最好把這個奶酪給倒過去 就是這樣子啦 這個奶酪特香欸 因為剛剛的黑芝麻奶酪 它的奶酪味道 跟這個比起來 這個的奶味有更重 再配上這個玉米脆片 它玉米脆片本身就有甜味 這搭起來真的 這個好好吃喔 好 接下來 就有一個草莓蒟蒻奶酪 草莓蒟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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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酪 草莓蒟蒻蒻 醬 它裡面其實還有很多小顆小顆的蒟蒻 它的草莓醬不是會酸的那種是甜的 然後以及蒟蒻口感再搭配上來 有點像草莓牛奶的感覺 可是奶味再明顯一點點 這個也好吃 再來一個草莓 我們先來吃茉莉茶凍 然後我是有說的比較高級的便當店啊 他們其實有時候附餐的點心會是 這個的茉莉茶凍或是咖啡凍 可是像我們一般都是配羊樂多 不過這是它跟我說的啊我也不知道 因為可能年代也是蠻久遠的 所以我還有一塊 好 一多美麗 不要關靜音太快 美麗的 哇 它茶凍的味道本身很夠 而且它茉莉花香是你聞得出來才吃的味道 其實沒有很重 就是淡淡的茶香 再配上那個奶油球的香味 Amazing 我小時候覺得這是一個很高級的點心欸 你們的小時候跟我一樣嗎 我小時候大概就是現在 吃完了 接下來是這個檸檬茶凍最後一個口味 蜂蜜 蜂蜜倒起來好療癒喔 它的檸檬茶凍啊 吃起來是比較偏酸的那一種 所以再搭配上它的蜂蜜之後 酸感就會被中和掉了 喔這個吃起來很清爽欸 吃完了 光泉的經典小品總共出了六個口味 每一個都是百分之百的蔗糖 製作而成 然後 我個人最喜歡的口味是 茉莉茶凍 草莓蒟奶酪跟 玉米脆片奶酪 第二名的話 我會給 黑芝麻奶酪跟 咖啡凍 第三名會是 蜂蜜檸檬茶凍 因為它比較偏酸 可是我是有非常喜歡這一款 因為它覺得 吃起來很清爽 對 就是這樣子 下一趴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盛竹爐是這樣嗎 不然呢 哇 剛剛葉配有看完嗎 沒拉快轉吧 哇 超大茶凍欸 它真的就是真實的一顆茶凍欸 你們看 完成 你看 超大茶凍 這是超超大版的 這是幾個啊 我們現在吃一個原味看看 花中間好了 你看這個 味道一摸摸一樣樣 你們在吃之前啊 可以看你們個人口味 可以先吃一口原味 然後再加奶油球吃吃看 我們接下來把奶油球放下去 因為畢竟我們煮成一那麼大的茶凍 這裡有超多奶油球的 我要倒囉 來來來 再來 怎麼這麼多奶油球啦 喔 流下去這畫面 一 最後一個 完成 來我們先來拍個封面照 好 完成 你看這個大小有沒有很誇張 轉一圈給你們熊結 你看喔這邊 奶油球全部流下來 哇 從這裡挖它會流下來 你看這個流下來 有沒有 這一口 我也太幸福了吧 它做這麼大啊 茉莫莉的那種茶香味還是很夠 好幸福喔 不過應該會有人說 做大茶凍 感覺應該不難 為什麼要用這麼多個 這麼多的 為什麼要用這麼多的經典小品來用 因為 也賠你嘛 你們喜歡吃有加奶油球 還是沒有加奶油球的啊 天氣熱吃這個整個消暑耶 看我吃那麼久 你們一定覺得沒有變化 其實這裡已經 有所變化了 就是一座 OK 你看這個邊 它當然一挖 然後它就全部都掉下來了 哇 有沒有 好像瀑布喔 好冷喔 加奶酥 加奶酥 嗚 這感覺已經不對 它看起來好像嘴唇喔 有嗎 好冷喔 這一坨也只有一公斤啊 結果我吃到現在 它的奶油球已經沒了 哈哈 還好原味也好吃 嗯 這應該要超過 就怕它在抖嗎 因為它看起來很肝很肝很肝 很寒 是要去倒 喔 喔 倒了 太冷了 動一下 最後一口 是不是很大塊 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成功吃完這一口 好囉 吃完了 今天吃的呢 就是我自己做巨無霸大茶凍 不過想吃茶凍 直接去超商或者吃去超市買 就有了 不用這麼像我一樣 這麼麻煩做一個這麼大的 然後吃完之後整個人都清涼了起來 你們不覺得我現在整個人看起來很涼爽嗎 OK 你們在鏡頭前面感受不到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 掰